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 好 都聽到許長德的聲音 今天我們的作家 我們的來賓是作家許長德阿德 好 另外呢是婚故業者Vivi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那麼我們老朋友的 太太也是我們的老朋友 美妝業者夏金利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眼科醫師 黃宥嘉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證券分析師 陳維泰 黃英豪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五位 那麼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天龍幼兒園 那最主要是要談 現代的年輕夫妻 養育小孩的花費 老實講是蠻嚇人的 壓力蠻大的 可是在談這個事情之前 就先談一對夫妻 因為今天最重大的新聞之一 震撼整個亞洲 是宋慧喬出生了 認了離婚 跟宋仲基的離婚 他的原因是 我和宋仲基個性不和 這是今天最新最重大的新聞 然後除了個性不和 他們是2017年10月結婚的 2017年10月結婚 然後說半年前就開始 兩個人在傳出說 已經要分手了 所以2017年10月結婚 到現在2019年6月 等同是一年幾個月 八個月 一年八個月 半年前就傳離婚 也就是說他們的婚姻 存在一年兩個月 就開始傳出要離婚了 傳出離婚就表示說 其實醞釀可能有一點點時間 才會傳出來 換句話說我猜 他們的婚姻大概 就是比較平靜無波的狀態 大概只有一年 可是當時被認為是 才子佳人 童話故事 說宋仲基 你知道我們來賓都說 我是宋太太 宋仲基知道嗎 我老公戴仲基 他叫戴仲基 戴仲基 這個事會很震撼嗎 我不相信 其實我早上是我老公 先傳簡訊給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宋仲基 他就早上一早就看到 就是可能消息一發出來 因為他也在報業 所以他就先把那個新聞 就傳給我 我說我不相信怎麼可能 我說原因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可能就 他覺得應該是 宋惠喬的問題 那我說你不要亂講 就是你要寫報導的這個 就是那個要報導出來 你不要亂講 可是他說目前還不知道 是什麼原因 傳出來最大的原因 可能是宋仲基有外遇 我不相信 等一下我給你看新聞 不過我看你 你看這個新聞 你內心是很喜悅 沒有啊 有嗎 我表情有點喜悅 你也有機會離婚了 沒有 你不是說你很喜歡他嗎 沒有我很喜歡他 可是 可是 我也沒機會 誰說得定呢 對啊 Vivi呢 就是看到覺得 你也是他的粉絲嗎 沒錯 就是誰看了太陽的後裔 都會成為他的粉絲 對我們都是宋太太 應該是 對 但是就是覺得很不敢置信 因為 雖然很喜歡宋仲基 但是還是希望他可以很幸福 而且我覺得宋惠喬 在我心中 我也是算看著他的戲長大 就會覺得他真的是 就像仙女一樣 然後剛好 就王子跟公主 你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就不敢置信 來看一下 這個是2017年10月 他們的結婚照 好 這個好 有一點童話故事的味道 好 那這個男生是這麼的帥 太陽的後裔 沒錯 身材這麼的好 對 然後宋惠喬是這麼的美 都是兩個都是巨星 那 黃醫師 看到這個新聞有什麼感受 就鬆了一口氣 為什麼 就是我 就我覺得全亞洲的女性 都可以鬆了一口氣的理由 是因為如果你的 因為我比較彩性的新聞 可能是宋仲基是因為有外遇 而不是如宋惠喬所說的 就是說是因為個性不合分開 因為我覺得個性不合分開 只是他告訴你說 我沒有想要讓你知道 故事的真相 因為會結婚的人都知道了 那你如果個性不合 幹嘛要結婚呢 那你結婚 可是當時不知道 當時在戀愛中 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知道 意思是說如果真的這個人 是個性不合的 你大概不會只有一年就分開了 真的這麼不合的話 所以我覺得個性不合一定是有 可是那個一定會擺在比較後面 因為已經進入婚姻中的女性或男性 可能都會想說再磨一下 那個才會是個性不合 再磨合一下 對你說幾年之後 因為個性不合我覺得很有可能 但是才一年就個性不合 我覺得基本上不是那麼可能 所以我比較相信是宋仲基是因為跟宋惠喬的閨蜜 就是造型師朋友 外遇的這個新聞 而且宋惠喬之前都已經拿下婚戒嘛 所以當然之前他們是說是因為要工作 所以拿下婚戒很正常 可是如果一個剛結婚的女性 還在一年之內算是熱戀期 已經可以把IG上的照片換掉了 然後結婚戒指拔掉 我想那個時候一定就有一些波瀾 只是沒說 那我說全台灣的女性都因此得到 至少是我啦 我就覺得好輕鬆喔 這為什麼 因為大家女性要知道 如果說你的老公去外遇 你不要急著去整形啊 你不要想成自己是不好啊 其實你自己好的很 可是人家心變了就變了 跟你的外觀 像宋惠喬這麼漂亮的 老公也是會外遇啦 所以沒有什麼差別 OK 好 那這個黃醫師 就是跟進新聞的速度很快 是 這是宋仲姬劈腿小三正面曝光 身份起底是宋惠喬的閨蜜 造型師 造型師 然後這個造型師 在他們的婚禮的時候 造型師也在 造型師就是在幫宋惠喬化妝的 阿德你要小心 因為你每天都跟造型師在一起 我跟他們交惡 常常交惡 我覺得造型師化妝師 都是沒有瓦斯都圍在你身邊 你要小心 造型師在幫你換衣服 你要小心 我門鎖得很緊張 好 那 新聞是說 婚變傳很久了 甚至有人爆料 宋仲姬劈腿 女方的閨蜜化妝師 女方的照片也被網友曝光了 引起了一陣熱烈的討論 不過真實性仍有待商榷 那什麼時候偷吃呢 說三月有人就說宋仲姬偷吃了 三月份 那而且開始冷淡疏遠 宋惠喬 所以導致兩個人感情破裂 那麼這一位閨蜜還擔任雙宋 就宋仲姬跟宋惠喬的婚禮的造型 跟宋惠喬感情非常好 大概被指示介入兩人婚姻的小三 在當時引發不小的風波 那目前對這個所謂的小三 雙宋還沒有回應 雙宋還沒有 真實性還有待商榷 可是也沒有否認 沒有回應也沒有否認 好 那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宋惠喬 這是宋惠喬 這一位就是據傳的這個造型師 也就是宋惠喬的閨蜜 因為他們說 就兩個人好到就是這樣拍照的 那阿德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老公劈腿而離婚的 這件事情才上 我不是指他們 我是指這樣的狀況來講 我覺得女生在這個時候 都其實就是很複雜 因為想到說 自己是不是哪裡有沒有做好 還可以再努力的 然後一方面又要把這種氣氛 怎麼壓下來 然後又要想說 我要怎麼去跟對方應對 由於是藝人 還要想說跟怎麼外界應對 我覺得這個時候 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混亂 那我覺得說 你看有時候 有些小三會講就是說 就是我跟他們兩個就是不合 然後我也沒有要他的人 我也沒有要他的什麼 然後我只是 就是我們有緣分在一起 就是把這個事情講得好像很輕鬆 但是你都沒有想要說 為什麼 就是大家那麼反對 有小三的介入 是因為 就是在那個時候 大老婆要去面對這個時候的狀況 不是一般能承受的 而且如果不小心承受的不好 你還不知道會有加倍的傷害性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大家要抵制的 不是因為外遇有多了不起 其實外遇就把這男人踢掉就好了 對不對 就是重點是來講說 你不要讓自己陷到一個說 我還是要回去保護好我原來的角色 然後我擁有的東西 我一個都不要放掉 然後呢 這個你不要放掉 你累積的怨氣就加倍又反撲到你身上 不要再走這一條路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就是遇到外遇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我現在想一想說 如果有一個婚姻 就是不要去追求忠贈 我覺得會不會對女性 或是對比較忠贈的人比較有利 不追求忠贈的時候 不追求伴侶的忠贈 還是不追求伴侶的忠贈 因為你去期待別人 這麼高標準的東西 沒有做到你會很痛苦 然後就算你做到你得到 你也不會覺得特別幸福 你只是覺得你應得的 就是我們把自己定在這個標準 其實對自己很不利 然後而且 不追求伴侶的忠贈的意思就是說 那伴侶不忠贈的時候 會比較好受嗎還是 一定會比較好受 因為我對你沒有這個要求嘛 沒有期待 我就不會受到那麼大的傷害 就是說不要去期待 就是另外一半 外遇的原因是在這裡 不是說你就放著他去玩 其實你是越管 沒有辦法去管 去執著 其實這是更容易有外遇 因為你追求伴侶忠贈 也不一定能 對 我覺得說這個機制就是要保護自己 因為我們是要去追求幸福的 我們就知道幸福既然是那麼難得 你就想一想說 哇 幸福就是只能有收穫 不能去掌握 什麼叫收穫就是說 好的時候我們就好好感謝 好好吸收 好好享受 不好的話再有耐心再去製造 或是幹嘛 而不是說我時時刻刻都要滿分 是 因為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婚姻 這樣的一個觀念 才是導致就是說 別人出事變成我在受害 別人外遇我在受傷 對 最新的統計是台灣 一年的離婚是五萬四千四百對 一年離婚五萬四千四百對 也就是說太多人離婚了 當然這不一定都 這是還是離婚的數字喔 可能有一大群是想離離不成的喔 對 或是不知道要不要離的喔 有道理有道理 那阿德所以你不追求伴侶的終身 假定你太太有外遇 那你會怎麼做 就是因為我不追求嘛 所以我突然就覺得 好耶 做得好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沒有追求 就像說 有些人就是很在乎說 老婆晚上出去跟人家 朋友 同事去唱歌幹什麼 有些人就不在乎 不在乎知道老婆去不會怎樣啊 是在乎會抓狂 所以我對我來講 如果他有外遇對不對 就兩個事情嘛 就兩種高興 第一種就是說 哇 很幸福喔 很好 因為我很愛你嘛 所以我覺得說 你這個幸福很好嘛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可以要禮物囉 因為你做錯事了嘛 我就可以跟你要禮物啊 就是你任何事情 別人做了什麼 不應該自己去承擔這個風險 那老婆如果真有外遇 而你覺得她是在追求她的幸福 你會放手嗎 我一定會放手啊 因為那時候我放手的話 我價值就升高了耶 我這樣的心情 我比較容易出去再找別人耶 還是說你剛剛 不追求伴侶的忠貞 是在為自己開一條路 幫自己曝露 就是我已經講那麼久 又不是今天才講的 就是我覺得說 我們常常去追求忠貞 這件事情其實都不是在追求忠貞 實際上限制人家有沒有怪怪的 這樣的心態你不好過 人家也不會高興 兩位太太這樣可以嗎 接受嗎 我不接受啊 不接受啊 不接受嗎 有點牽強 不接受講迷 不能講不接受而已 來 我們先休息 去玩高 講個 好 這個 維太兄是證券分析師 如果宋仲基應該也算台積電嘛 機油股嘛 對不對 宋慧喬應該是大力光嘛 對 古王跟古後 古王跟古後嘛 對不對 都是非常看好的嘛 那為什麼一年之後兩家都跌停呢 其實我用一般人眼光去看 對不起啊 問你我只能用股市的術語 是是是是 是要開高走低嘛 對開高走低 目前看起來應該在盤整階段 因為他們都還沒有出來表態嘛 不過我個人認為說在美光燈下的婚姻 本來壓力就會比較大 因為他在他在外面他都是人家這個這個捧在手底上的這個這個 這個明星嘛 那現在回到家大家就是平起平坐 我要掃地你要洗衣服啊 我們家都是這樣 大家都把 家裡會有用人的啦 或許是吧 但是那種心態上是比較比較沒有辦法說轉角色轉換了這麼樣的一個快 不過剛剛聽完阿德老師說的這個這個理論 其實我個人也是認為 我個人是比較屬於勸離不勸和的那一種 因為如果他今天真的做出對不起的事情 表示他不夠愛你 那既然他不夠愛你 你就理啊 你何必再跟他糾纏 所以宋慧喬如果說真的是因為這個閨蜜 背叛了他 然後跟宋慧喬在一起 我也是蠻支持宋慧喬離婚的 那你相信他們是個性不和嗎 個性不和應該是一種說法 應該是這種說法 因為你相信有小三介入嗎 我相信 你相信 如果你的太太是宋慧喬你會離婚嗎 我的太太是宋慧喬 看他是不是宋慧喬 不是不是 他不是宋慧喬 他是陳薇泰 如果說我太太宋慧喬 然後他外遇的話我也會祝福他 不是啦 他很有錢耶 我不是說 不是很漂亮而已 我是說 那個宋慧喬嫁給你 這麼漂亮的女生你會跟他離婚嗎 拿我外遇對不對 就是 他這麼漂亮 你會因為他做錯事就跟他離啊 如果他不愛我就跟他離 對 就是愛與不愛的關係 對 那個不愛的標準是什麼 就是從很多小細節可以看得出來 例如說他以前會 他會有一個前後的比較 他之前可能會幫你 幫你設想這個 幫你設想那一個 眼鏡髒的 像你太太現在都幫你設想什麼 他大概會幫我煮宵夜 對 那我就這樣就很夠了 有幫你放洗澡水嗎 我們家沒浴缸 不行啊 有幫你拿拖鞋嗎 那是我女兒會做的事情 有幫你按摩嗎 偶爾會 有幫你按摩喔 有幫你刷背嗎 這個小朋友做的 請教一下這個黃醫師 為什麼是閨蜜 為什麼是化妝師 你覺得 我覺得有一些職業 基本上會很容易得到 別人的信賴跟親近 因為感覺他好像是幫你服務 他會因為他的職業的屬性 他很容易幫人家設想 就像護理師也是一樣 為什麼很多男生也很喜歡 娶護理師這樣 因為某一些職業 他的天性就是在幫你服務 所以一開始可能是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親近 那你可以想 如果這個人 是比較容易幫我服務的 然後而且溝通上都用禁語 或是對我比較仰望的態度 可是另外一個是 超級大明星老婆 他覺得我可能根本就比你好 的時候有時候男性 還是喜歡追捧的那個女孩 有可能 你覺得宋慧桥很ㄎㄧㄤ嗎 我現在堅持的是個性不合 我個人其實是還蠻喜歡 宋慧桥的 就是我可能算是她的粉絲 與其跟宋仲基比起來 我更喜歡宋慧桥 不過我個人會覺得是這樣 一個女生看起來很棒很好 绝对不是容易是个性好的人 意思是说 这句话有哲学 看起来个性很棒 不代表 我觉得看起来很棒 很好的人 通常不会是那个私底下个性好的人 因为会能够让自己展现出 那么多的优点魅力 他私底下是要经过很多自我要求的 那人很容易在对自我要求的同时 也要求别人 然后比较不能理解到 为什么别人没有办法达到 他认为比较简单 或者是付出努力 就可以办得到的努力 为什么你没有做到 我看起来比较优秀的人 或者是说一些美女 其实都比较要求是真的 宋慧桥够美吧 非常美啊 那为什么宋慧季还外遇 所以我觉得男性有时候 不是喜欢那个纯粹的外体的美 因为纯粹的外体的美 你看到了享用过了 也就有经验了 享用过了 对啊 对那可是享用过之后 我不可能一天365天都是在吃大餐嘛 都是在吃牛排啊 那可能吃久了也是会腻 我也必须承认这样的说法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放松 何况他是一个大明星 在外面更是要形象要紧绷 回到家可能是要放松的 那你看到他们这样离婚 你对婚姻还有冲情吗 就是我不会因为他们离不离婚 而对我自己有影响 因为我不是宋慧桥嘛 对啊 那你会找一个像宋忠季这么帅的吗 有机会一定要啊 阿德 你现在摇什么头 没有 就是祝你幸福 你刚刚已经讲了外表不重要啊 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外表不重要吗 为什么那个外跃这个对象 没有那么漂亮吗 你知道为了什么 为什么 可见漂亮这件事情是女生在迷信 对 那你知道吗 就是 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漂亮这件事情 女生很迷信自己的漂亮是有力量的 女性觉得自己漂亮可以得到更多好的人事物 是一个很重要的魅力来源 她以为这个是 可是你知道吗 什么叫漂亮 漂亮的东西 如果你要让她觉得说 漂亮的东西又被人家尊重 尊贵 珍惜 蓬莱手掌心 那这个漂亮不能放到你家里来 你一定要放在博物馆 像我一年千里条跑去那边看一次 然后坐那边 然后永远忘不了 然后觉得说 哇 好崇高 哇 是我的女神 是这样才可以变女神 是挂在墙壁上的 对对 可是问女生你现在把女生放到家里 又没有给女生那种感觉 女生真的会很失落 有道理 所以就说 这个落差在这里 那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男生到最后就这么漂亮 男生还是会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们应该要知道 因为你们就是 婚姻里面的人 阿藤老师这样看着我突然就 在博物馆 真的 就是 婚姻里面的人 就是说 其实美的东西 有分内在跟外在 对 如果内在的部分 没有办法让她很舒适的相处 外在是无法欣赏的 只会显得落差更大 就是这个美是假的 这个美其实很丑 就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美是很丑 就会觉得说 那个反差一大起来 你们距离就天差地远 所以来讲就是说 婚姻里面你一定要记得说 不要有一些 你自以为对的嘴脸 就觉得说 为什么生活习惯不养好 然后就一直盯着这个声音 一直讲就讲 我告诉你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要养成习惯 你自己全部拿下来做 因为养成这个习惯以后 任谁都不会有在习惯做简单的事 就是即使做很简单 他都会觉得好困难 就是你看为什么小孩 就被你照顾到 可能你家做什么 他也不会珍惜 他也没有能力去做 原因在这里 男生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是说 就是如果要走进婚姻 像比如说他们两个这样的角色 我就觉得真是有完美的结局 因为时间很短 然后也没有拖泥带水 然后各自有经济独立 也不用去对方要求对方什么 为了这个再拖几年离不了 然后累积很多怨气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对 宋伟甲讲的是真的 就是说结婚以后发现个性不合 所以现在马上就离婚了 对 在婚前他们恋爱的时候观察不出来 不是 你知道爱一个人的时候 爱到想要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都很瞎的 就是看到问题也假装没有看到 所以来讲就是说 那个时候就是 只是后来再发现结婚以后 还不只要面对这些 又不断地新生了很多问题的时候 对 以前会忍一辈子 现在可能不会忍一辈子 宋伟甲会不会上大号 上大号 我想应该会吧 就是 就是其实这些女明星 人男明星 你还想说 演艺圈就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他没有机会跟很多人平凡相处 然后再加上说 现在又是一个每个人人都有手机 做什么事都会变成偷拍 就传出去的 就是他对人的信任 其实很难找到 他最容易找到就是 为什么造型和法其实很容易 因为很亲密的每天接触 然后你很容易看到 我会很私底下的一面 然后看久了 我就会觉得 我们像家人如果又可以谈得来 聊天 然后你又对我服务那么好 又特别关心我 我就会把你当作一个闺蜜 那宋伟甲吃饭的时候 吃菜的时候 那个菜渣会夹在死缝吗 我跟你讲 你不用管他 因为你不是他 如果是他 满嘴的菜渣都是很美的 可是我还是说在美 他还是有我们凡人的一面 对 那进广告前问两位 两位有婚姻吗 你们有闺蜜吗 有啊 当然有啊 哪有啊 对闺蜜会担心吗 其实我不会 其实因为我跟我老公是交往 你知道最近你用两个事件 跟闺蜜有关 对 其实我因为我们两个是 我是觉得夫妻之间是 就建立在互信嘛 对不对 那我跟他是交往九年 我们大学同伴同学 那很腻啊 有点腻 没有 其实 那其实我们是相信到 其实我们的经济什么都是 我们是一起的 我也没有管他领多少 就是薪水是 其实我不知道他薪水是多少 其实我知道小代一个月十二万 年终奖金四个月 一年然后两百块 你知道什么叫相信吗 相信不是说 我把钱交给你 我不问叫相信 那不叫相信 相信是 我都没有跟你押手 你都会告诉我你有多少钱 才叫相信 对 其实我就是不会怀疑说 你有多少钱 你多少 你又花了多少 怎么就不会去购问这些事情 表示那我今天 就是我今天晚上 可能半夜出去回来 可能他也不会担心说 我今天是不是在外面 做了什么事情 对 我们就是这样互相相信 对 可是如果说 今天他发生了这种事情 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 我就没办法去相信你了 你再怎么跟我道歉 其实我也没办法去接受 因为我那个已经 那个对你的信任感已经瓦解了 那我以后接下来的生活 我要怎么过下去 所以只有一次 只要一次 戴智阳就滚回家了 我有跟他讲 如果万一发生这种事情 好 哪一天被拍到了 我直接跟他讲说 你不要回来 就直接不要回来 对 我就 你如果说60岁才被拍到 也不要回来 我也不要回来 我60岁 你就叫 不是叫戴智阳 你就叫戴罪立功 我没有用 太空虚了 休息这广告 好 这个经历 因为宋仲基跟宋慧桥 刚好都是韩国人 那你是韩国华侨 华侨 对 韩国男人会不会很杀文 我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 哪一个国家 那个我觉得应该 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跟家庭教育 或是自己个性 或是自己的观念 对 那个我觉得 那个跟韩国 哪一个国家 我觉得台湾很多人 也是外遇啊 对 不是说韩国外遇什么 就只有韩国大男人主义 才会外遇 老婆就默默地忍 我知道以前是这样 因为很多韩国女生 结婚之后 就要把工作辞掉 她就要好好带小孩 照顾老公 所以她可能遇到 老公外遇这种事情 因为她没有经济权嘛 她没有办法出去赚钱 因为她已经脱离很久了 所以她只能 就抓着老公 我上次有这种 那个是室友啦 可是 今天这个事件 我们有一位化妆师 然后她看到以后 她就说 还好 我就是不想结婚 然后就看到别人结婚 她就一直取笑 她是你忠实的 是啊 你看我影响力 真的有往前进一步了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 就结婚之后会生小孩 生小孩就会有费用 天龙幼儿园 有一位新北市 新庄泰山地区的新手爸爸 他在网络社团 po出幼儿园的学费单 那一年来 要15万5千块 一国大概要差不多万三块 他问说 现在私立幼儿园的费用 都大概是这样吗 不过多数的网友 竟然认为这样很平移了 也不少网友看到了以后 吓到不敢生小孩 那这个爸爸贴出来的收费单 费用一学期是两万三千三百块 所以五个月含学费 含学籍 书籍教材还有保险 然后一年两个学籍 总共是四万六千六百块 然后接下来还有夏令营跟东令营 夏令营东令一次就是八千六 那两个就是一万七千二 另外还要缴月费 月费是七千四 还有交通费是一千二 所以等同加起来八千六 八千六呢 因为刚刚讲了各五个月 所以就十个月就八万六 然后接下来还有要买书包 买室内鞋 鞋子有分室内还有室外的 然后还有餐具组 还有夏季跟冬季的制服跟运动服 这个呢要五千三百五十块 然后这样五三五零还算便宜 对不对 然后一年下来总共是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块 一个月平均大概就是一万三 那这个在这边 这个爸爸PO出来这都是真的 学费两万三千三 一学期是五个月夏令营东令营 那这个加起来总共 就是一个月要一万三千多块 那Vivi你看到这个 你也是住新庄是吧 对刚好我也是住在新庄 这样这样这个其实非常合理 合理非常合理 而且因为我之前我小朋友要念幼稚园的时候 我有在我们家附近看了六间 我就是以家附近而已 因为现在幼稚园其实都很密集 对我就在家附近找六间看 其实最便宜的 它完全只有像 有点像公幼的概念就是帮你照顾而已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课程 它一个月平均 差不多也要六千到八千 那如果说你可能要求要好一点小朋友的就是上学 可能有学一些东西 甚至学才艺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双语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大概要一万一万三起跳 然后因为他现在梅语其实还有分 他就分是不是外国人交吗 你是外籍老师或不是 不是的话可能就是一万块左右 一个月大概一万块左右 不是的话 可是他那个梅语的时间就很少 我有研究过大概一个礼拜只有两天 然后一天一堂就是一次的话 只有一个半小时左右 这样子 那如果他还有分 就是你是半日的 半日的双语还是全 全梅语 全梅语的话通常都是两万块起跳 对 但是因为我去调查是 我们是新庄地区 我朋友他就是住在士林区 你就跟他交流过 台北市的树林 对台北市树林区 我就跟他交流一下 我就说因为他就 这差很多树林 士林 但是台北市树林 台语就是一个是树林 一个是树林 对对 国语差没有多少 但是台语差很多 对是士林 台北市士林区那边 他说他小孩就是像那一般的照顾而已 没有任何的照顾 一个月就要一万五 因为那里物价比较高 对就是单纯的照顾 所以他就相对之下 他就一直跟我说 他觉得我们新庄很便宜 很便宜 就是相对来说真的很便宜 那你两个这样的话要一个月现在支出来多少钱 我那时候是让他们上的是半日全美语 就是半天全部都是跟外籍老师 可是下午的时段就是上中文课这样 一个月平均大概是一万三 就是月费加注册费 是很便宜 我觉得CP值很高 因为他是外籍老师 然后但是没有算说你可能额外 多大的小孩啊 幼稚园 我小朋友都两岁就去了 两岁去 然后就外籍老师了 半天 对半天 因为 英文现在如何 就是基本的跟外国人对话是没问题 就是 没办 对 那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不晓得我自己是 就学的时候觉得吃过亏 应该说就业的时候 就会觉得外语能力真的是 很重要 对但如果 如果说你是长大一点让他学 我觉得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阿德老师又要摇头去 没有 我现在讲话就是说 我后面就是会有 外语的能力也对我来讲 我的人身好像一点都不重要 阿德拜托你 只要他讲话你就退开 他很压力 就是会觉得说 像我想要找的一些工作 其实都会被外语能力给局限 我觉得跟个人 因为我觉得如果外语能力好 你的选择会比较多 是 你就多一样 你可以选择 那这样子两个小孩要一个月开支 大概多少钱 平均如果说学才艺加 因为现在我小朋友有 就上国小了 所以就是才艺加上梅雨 然后再上安晴的部分的话 一个月也是差不多一万五 那就两个就三万块 对 三万块 你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在家里雇 没有 因为像 因为他们学的东西 就是我没有办法教他们的 我曾经有试图的 不想让我儿子去安晴班 因为我觉得安晴班很苦 我就试图一个月 安晴班为什么很苦 去哪里一直吃点心 没有 安晴班 安晴班他就是会要求你要 红豆汤 写评粮 就是你写完作业之后 你还要写评粮 然后写完评粮之后 还要写考卷 然后我儿子有时候回家就跟我说 我妈妈我跟你说 安晴班是个地狱 我就会觉得说 天啊我好残忍 我把他们送进地狱 我见面就会觉得很内疚 然后我就想说 好我一个月跟你试试看 因为你知道给他们写评粮 是最好管理的 对不对 在那边就有六十分钟 你就给他安晴写完 对 而且视力都会变差 对对 因为他要一直去写 然后演课生意就变好 对对 真的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我自己带 就带回来之后 我发现现在的国小 即使只是国小的课题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是 建构式数学 然后又加上 他们多元的那一种 跟我们学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连数学全部都是写步骤 一二三四 跟我们以前只要解题 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回来交完他之后 我就有点半投降 我觉得说 好你还是去安晴吧 但是我会早点接你回家 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还是都会 那三万块是 老公出还是你出还是 原则上的话 我们就是通常啦 因为我现在是负责 房贷那一块 所以小孩的学费 通常是我这边 那你告诉我 这边就减出一些 真的吗 就想说我们 互相分担一部分这样子 那不错 对所以 所以我现在很夸张 因为他之前去接小孩的时候 老师就跟他讲说 爸爸这个月的那个 那个费用 我老公完全听不懂 因为他其实要退费给他 因为那个时候幼稚园 有那个补助 他就要退费给我老公说 爸爸这边要麻烦签名 我老公以为要缴费 他很紧张 就说这个都是我老婆在处理 他就溜走了 然后 隔天我就接小时候 那个老师说 赶快妈妈 这是你的那个私房间 因为爸爸完全不知道这个 我想说 我老公也太过分了吧 以为是学费 他就立刻落跑 你知道丢完小孩说 我感觉要去上班 我就走了这样 然后一个月三万块 对两个这样的双薪家庭 年轻的夫妻 会是个压力吗 我觉得非常大 所以像我自己的状态是 因为我跟我先尽量 尽量可以自己负担 自己的那个部分 就尽量自己负担 尽量不要跟对方再拿钱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 其实我就会兼裁很多 因为我们婚礼有还有淡忘记 所以我淡记的时候我就会去 我之前还有去教小朋友科学 就是社团的科学 然后冬夏令营 因为冬夏令营通常都是我们 最淡记的时候 我就去兼职 然后就去做这个 这个部分这样去学说 怎么教小朋友去做营队啊 然后像我也有在大学推广部教主持课 就是想办法自己让自己可以有 对因为你没有这样根本 因为我们的收入其实太不稳定了 你没有这样子多元的收入是没办法 所以我那时候去谈说 我发现我身边的人 只要是让小朋友有念司令 或是有补习 原则上老公或者是双薪的话 至少都要三分工作就加起来 你不能只有自己的正职而已 那婚礼的淡记是什么时候 就是国历农历的一月 跟农历的七月 因为一月没有人在嫁娶的 家围没有人在嫁娶 对对对就比较不好 虽然说现在还是有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乎 对但是以量来说真的少很多 跟农历七月 因为七月也是一样 即使是好日子人家也会在乎 那最旺的时候是 最旺的话就是从农历七月之后 一直到过年前 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怕的旺季 对对 OK OK 好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好来先休息一下 好那经历的小孩是在大安区啊 对我因为小孩国中 大的国中嘛 在就是在大安区 所以想说公立国中 对对对所以那他公立的还好嘛 那因为想说旧禁不要接送 还要两个一起这样不同的地方 所以小孩的幼稚园的也是堵大安区 那可能他的学费 我觉得刚刚看到一万三我就觉得好便宜 其实大安区大概两万多 大安区两万多吗 你其实可以早上开车 载他去轻装 省很多的油钱都可以补费 然后不要想不高 天天迟到的 再去载他回来 如果要更便宜 其实那个什么 Chunar 泰山 老鼠 自己做节律 对不起我讲台语才听不懂 对对他就是两万多 那我儿子是因为像上国中了 所以他有请家教 数学跟英文的家教 所以每个月基本上也要到一万五 那也不低喔 对不低所以我基本上教育 因为他还要上钢琴课 对所以一个月 你要哥哥也要上钢琴课 哥哥哥对妹妹还没有 可是上一年级可以也要再上钢琴课 对对所以像现在基本 在教育费两个小孩的教育费 就大概就十万多块了 大概十万块了 那你们跑不掉了 那谁出啊 妈妈出 我出啦 小代不用出啊 我们是这样 因为小的就是 所税的钱是老公付 那比较大笔的 像学费每个月几万块的 或是出国完的那种 就是我来付的 哇这个太可爱 小代你要珍惜啊 真的 记得戴罪立功啊 那如果说不读幼儿园呢 不读幼儿园 我们之前是给保姆带的 因为我们要上班没有办法 还是要给人家雇 不是幼稚园就是要保姆啊 是是是 这个围态呢是 小孩子多大 他快要四岁了 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那是有交给幼儿园吗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就是都是在家老婆带 或者是我帮忙带 那你为什么不学他们 把他送去幼儿园 这样大人就可以去上班了 我的观念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 我觉得人生有两个东西很珍贵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纯真 当我们进到社会之后 那纯真就开始流失了 所以其实我跟我太太 都有个共识 就是不要这么早 让他进幼儿园 对 我觉得他让他多一点时间 保有他那个小孩子的纯真 我觉得这样是不错的 纯真是会改变的 以前我们都觉得公主是住在城堡 现在都住在酒店 我们知道上幼儿园 其实是很重要的件事情 但是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多陪他 例如说一个学期 让他可能到中班以后 大班以后再去上 这个是我们 我跟我太太现在的想法 但是很多人就会讲说 那是不是就是 没有学到那么多才艺什么的 那怎么办 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安排 很多的一个活动 例如说其实我女儿她的课程 比我还忙 所以你排还是太太排 我太太去排 所以我蛮佩服我太太的 她其实很有心 也很有这个idea创意 她会安排很多 那么可不可以插个话 就是既然是太太专职 这样顾小孩 而且这么用心 那你为什么不多生一两个 有在计划中 在计划中 那要快 要快 时间不等人 对 时间不等人 像我女儿她会上很多课 例如说英文课她有去上 她是属于上那种共学班 就是可能是五六个人 六七个人一起去上 然后请一个 不管是外籍老师 或者是本国籍 然后她会讲英文 她曾经流过学 或者是她老公是外国人的英文老师 然后她也来教 然后还有像什么韵律课 像君伯瑞那种韵律课 那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 我也觉得她真的很棒的地方 她有一个叫做步道课 她大概一个礼拜 会有一次去走那个步道 走步道 就是在野外去走一走 不是基督教那个步道是吗 不是 我听整个步道也要上课 对 她就去走户外 接住户外 这个还要上课啊 老师会带他们说 这个是什么什么蝸牛 这是什么什么的蜘蛛 这什么什么的这个东西 认识植物 认识植物 认识昆虫 像我女儿现在是蝸牛达人 她知道这个叫做烟管蝸牛 这个叫做非洲大蝸牛 我们家还有大蝸 还有一个蝸牛的大富翁 这个我也懂啊 可以叫我上课 我如果去快炒店那边 我去那边炒一包 对 然后还有像是他们也去过插秧 他带小朋友去插秧 对 插秧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还要去拔青葱 去宜蘭三星拔青葱 所以他会安排非常多的活动 也是上课 只是那上课的模式 比较是属于户外的 比较是属于户外 没有就是在太多时间在室内这样 这个要介绍一下 维泰她是证券分析师 不过她因为有她的专业 所以你就自己在家里面投资股票 自己投资股票 当然还有意思说有一些课程 或是一些邀约的演讲 我会去跟人家分享 对 那最主要就是还是以这个 自己操作为主 那就是你在家 太太在家 小孩子在家 哇 很不错呢 不可思议吧 不会不可思议啊 你知道我们的行政院政务委员 唐凤他就是爸爸妈妈教啊 在家自学 教出这么优秀的小孩 可是我们研究过 经验分享 我们不是专家 我们不敢多说什么 就是自学其实 它所花费的成本跟精神 其实是可能会比送幼儿园还要高 对 因为其实送幼儿资源 幼儿资源其实它有国家的资源在补助 包括一些教材或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你是自学的话 那些所有的国家补助的那些资源 都是你们自己要去控制 所以其实你所花费的金钱可能会更高 那你以后花的时间可能更多 那你的成本是多少 什么样成本 就是你刚刚讲说那个成本会更高 那你现在是小孩子在家 对啊 他刚刚讲说大安区要两万多 新庄要一万五 那你们呢 如果你说就现在的状况来讲 其实跟新庄的那个数字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看嘛假设我们共学课一堂大概四百到五百 假设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五天算四天的话 其实你一个月大概就八九千 那有一些像我们要去宜兰 可能要过夜或者是接送交通费什么 其实算算都超过一万块以上 所以跟一般的这个幼儿园其实相差不多 爸爸妈妈跟女儿整天相处会不会有摩擦 妈妈跟女儿我目前还好 因为跟女儿现在还小 她大概大多会发发脾气 可是应该本来不至于会有摩擦 你怎么带孩子很累呢 你如果翻起来 所以我觉得太太很伟大 对 真的 她很伟大 就是她会有耐心去做这些事情 没错 因为带两个孩子 你家里带两个孩子 絕对比上班更累 没错 我以前怕台风架 台风架妈妈也要顾两个小孩 对 我觉得好怕 我每天那个台风前一天晚上 我说不要放假 不要放假 我们都期待放假 我说不要放假 你讨厌你 但是台风才一天 你就受不了了 两个小孩一整天这样笑 我觉得好恐怖 暑假快到了 其实有可能 因为像我有时候老婆 我会让老婆一个月 会有一两次让她出去就是休息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变成叫我要带小孩 我就会想说 我要带她做什么 吃东西也不够只能吃半个小时 然后要带她出去玩 也不能去玩整天 就要安排很多很多活动 讲故事讲两个 我就累死了 其实带小孩比上班花时间好多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 你要帮她 你要花很多时间 去规划她的时间 因为你不想要她荒废 就在家就是这样走来走去 看电视 就一天就没了 所以希望她丰富她的生活 所以你要帮她安排时间之后 你还有接送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你像 送小孩子去上课 有个课程两三个小时 你送她去 这两三个小时你要回来 还是你要待在那边等 那你待在那边等 你可能就一个下午就没了 你又什么事又做不了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 因为我工作比较弹性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一整天 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那天没有做什么事情 就光接送 时间就没了 然后又天气很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天啊 好痛苦喔 赶快 赶快 开始倒数说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去学习 赶快出去 赶快送你们去上学吧 这真的会很累 不过他刚刚讲说 带小孩子去布地瓦 我跟你讲这都是很好的体验 没错 我没有骗你 这个是课本上真的学不到 我觉得真正实际跟 泥土接触 跟大自然接触 去吹吹风 看看绿色的 或抓抓蜻蜓 那个都有学到的东西 对 看起来真的没什么 可是那真的也很有很大的收获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什么时候 刚刚是谁要补充 我刚刚想要补充就是 陈大哥刚刚说的 去野外的这个活动 因为像我儿子之前有参加过 一个月一次 到那个乌来那边的山上 一天哦 然后他就是把你放在那边 然后那地方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那一种砖瓦的房子 他就是木草搭的 然后一整天就是让你去 自己你要去砍柴生活 然后你要去体验说 你要怎么煮一顿饭 好不好吃你都要自己想办法吃下去 自己煮饭 他就是老师就带你去体验生活 一个月一次 然后一堂课要一千二 跟你说完全爆满 你都没有半年前没有报名 根本都没有办法 在干嘛这样子 来我们家我教你用大桶电锅 不一样 因为他上面他会有很多的 就是像刚程大哥分享的 他会教你认识职务 然后教你生求生的概念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家长 其实也都是很认同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都很用心在想办法去培养 培养一个孩子 像我之前夏令营的时候 让我儿子参加理财营 然后我就想说早一点让他学会理财嘛 结果他 结果你知道他回来 有办法在家里面只是看盘 就把家里顾好那个是不容易的 对 结果我回来之后我就想说问一下说 那你这五天嘛 五个整天 我说那你学了什么 然后我儿子想一想就说 我学了一个口诀叫做先存后花 我说那然后呢 然后呢 嗯没有啊 就先存后花 那五天就学了先存后花这四个字 这也很重要 这观念啊 对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现在的家长 我觉得啦 我们就是只想让他多方去尝试 去让他有个生活体验 但至于说你说什么 要要求他学习的成果到哪边 我觉得现在家长其实不太会 这么的要求 是是 像我们刚做的那些事啊 其实我们都没有在花 其实我们就 刚做什么事 就到野外去 到户外做一些活动 其实我们是每个 我们夫妻是真的 让小孩玩过头的那种夫妻 大家都看到我们觉得很担心 让小孩子 什么才艺 什么功课 什么英文都没有在补 那现在是国中没有办法 因为国小玩过头了 国中不得不去那个家教这样 那我们国小事情玩过头 但我们是每个六日 都会去户外玩 我们常常跑一来 就是我们的可能连游都知道 天天都 大家都说我们是宜兰 是不是买了一栋房子在那 天天都在宜兰 其实是两栋 就三栋 对 天天跑去那边 其实大家 我小朋友就 因为我跟我老公关就是 我希望小孩就是 冬天不怕冷 夏天不怕热 对 希望小孩就是不怕冷 不怕热 就不怕吃苦 那我觉得小孩 对小孩子的程度 是有帮助的 很好啦 搞不好以后就是旅游达人 有可能 对 健健康康 对 所以我小孩子现在 就像我小孩现在 幼稚园那一个大班的 我们上上个礼拜 他自己都可以走十公里的 大热铁 所以他也不怕热 刚才我们就慢慢慢慢训练他 小心喔 会有人去讲说 那是虐待喔 对 有讲过 可是毕竟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状况怎么 我们自己都清楚 不会说虐待自己的小孩 所以说刚开始慢慢慢慢练习 到最后小孩都十公里 他中间只休息五分钟 六岁的小孩 对 他们现在在准备2024年的奥运 对 在准备当中 对 等一下 我跟你讲 搞不好我们的人才 英雄就这样培养出来 对 真的真的真的 好 那黄医师呢 有双胞胎 现在是四岁嘛 对四岁 黄医师很不容易 你现在没有把他送到幼儿园嘛 对 我们就是不会送到幼儿园 不过我觉得我的情况 跟大家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说当我们在听到就是说 月费一万五也有人觉得说受不了很贵 那事实上我的这个学姐或者是认识的人 其实他们一年的幼儿园的费用是高大 可能一年四十万也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哇 那一个月三万多年 对 所以 对啊 之类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是 我的小孩跟大家情况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是先天上就输在起跑点 所以我刚刚讲 为什么十五万跟四十万 我相信观众朋友 也有很多人是输在经济的起跑点 对 所以我来示范一下 如果我们输在起跑点的人怎么办 这样 那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输在起跑点 是因为这个先天的早产 所以身体就不好 我如果把他送去幼儿园 他就一直在生病 因为幼儿园的话 那个你去问老师 老师也是常常在生病 幼儿的病毒就是很毒 很容易传播 好 那他生病就去医院了 那我跟着要去医院了 我也不要上班了 所以我自己就选择 就是我的门诊就看少一点 然后我自己来顾 那当然自己顾小孩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差一个话 那你门诊的时候小孩呢 门诊的时候就请我妈妈帮忙 对 可是因为我比较好的时候 我就不在医院 我就在诊所 诊所就是一个班才三个小时 那你扣掉交通三十分钟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可以在家里 离开一下就回到家了 对 那或者是说 所以我的小孩就变成说 当然也比较比别人难带 我也很难去请到适当的保姆 我放心的 比如说以前拖着一个 那个卫照楼管 拖着那边 我们还在灌难什么 这些都 你很难去信任别人 所以一定要自己亲手来顾 对 那亲手来顾 我们也曾经发生说 曾经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 就是在两岁的时候 都没有人帮忙 然后 因为可能阿嬷也出国去玩了 这样 然后我就一个人 我妈妈 对 我妈妈也出国去玩 那那个礼拜就我一个人 在家里带两个小孩 我第一天 自己一个人 带两个小孩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帮助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自己快中风了 所以其实带小孩就是这么艰难 那只是说 医生不是都有正经济吗 正经济是要给病人的 不是给小孩的 对 我那时候想说 天啊 我会不会中风 这样还蛮担心自己的 这么严重啊 对 其实很累 因为你那个精气神都要顾 然后那个小孩子 所以你说送到幼儿园 会不会比较好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不是只有看 表面的那个价钱 对 台湾父母之所以 愿意把那个价钱 投注在这个幼儿 就这么高 十五万 四十万 甚至更高 是 我觉得有某种成分 是不相信 台湾的教育体系 然后所以就是觉得说 反正自己身边也有钱 就要从小 就要扎这么多钱进去 补习班 课后 才艺什么都要去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 基本上不信任台湾的教育 也许这群比较高 高花费的幼儿的 这群小朋友 其实将来根本就是要出国的 所以我们不用去跟他比 那另外一方面 那如果我的小孩 自己在家里 我觉得 我觉得我因为来上 哇哇哇收获很大 我就是谨记郑大哥的每一句话 他有一次告诉我说 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我们这个 我们的赚钱 或者是我从前夫那边 领到的一点点的这个抚养费 其实是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所以我因此我怎么可能把我的主要薪水 投资在前面的幼儿园 前面的小学 我觉得我不会这样投资 因为如果你把大部分的钱投在幼儿园 那后面的教育好也就算了 你这样会得到加倍的成长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好像听说 其实台湾的高等教育是有问题的 那意思说如果大环境不改变 只是幼儿园投那么多钱 反正后来也是变差 那我的逻辑就会觉得 那我不需要把这么多钱投在幼儿园 那因此我只要设定 我对小孩子的教育目标就好了 像以我的小孩子的状况 我的教育目标就是 那你在这个所谓的幼儿园阶段 虽然我们没有去幼儿园 我就告诉我的小孩 你只要学三个事情 我就OK了 你只要学会健康 礼貌 懂得时间管理 我就说你好棒棒 那就很了不起 所以我就在家里好好的交 那我们 就是也稍微有一点资源 会再提供给他 比如说就是会买 其实像那种德国的 那种幼儿园的教材 我会去买来 然后或者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为什么要德国的教材 我觉得我蛮喜欢德国教育体系的 虽然我不是德国人 也没有什么研究 可是我觉得德国人给我的感觉 就是守时认真 所以他的教育体系 必然某些值得学习的 所以他幼儿园 反正教材有在卖 我就去买嘛 然后第二个是说 那个像小朋友都是用玩具 所以我也喜欢买 那个日本的抑制的玩具 就是他们是教育家训练 学到的设计出来的玩具 那我就去买回来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我觉得只是说像我这样子 一个个人在家里教 是比较没有系统性 可能系统性一定比不上真正学校好 可是学校的话 幼儿人你就去想 你花一万五或者是十五万 十五万或者是四十万 我想请问一个幼儿园 他一个班几个老师 两个老师 几个学生可能是十几个 幼儿是什么 是最难控制的 只要来一个调皮捣蛋的 所有老师心里就管那个调皮捣蛋的就好 其他的人其实很容易被疏忽 也就是说我自己比较计算 我就想说那我花这么多钱 他又疏忽我的小孩 这样不合 所以干脆我自己就跳下来做 那所以我就是可能 在小朋友洗澡的时候 就给他 比如说边洗澡就边做科学游戏 科学游戏就我设计的嘛 就学个福利也不错啊 然后边洗澡边出的时候 就是再背九九成八表也背了 真的喔 对啊 四岁耶 对会喔 好厉害喔 然后也会被糖薯啊 好厉害喔 明月几十有 我是小学三年级才学九九成法 没有你就边洗澡边戳 然后你就口诀就开始了 然后他会念 反正就是 就像念个口诀一样 或者是他也会明月几十有八九问青天 然后他自己 厉害 你就洗澡的时候就是 就这样子就OK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压力 我没有什么要达到的目标 但是就是慢慢的加进去 这个等一下可以谈谈 这个 因为他的小孩没有进幼儿园 事实上 黄医师好像也没有读幼稚园 我也没读幼稚园 没有读幼稚园 还是考上医学院 对 等一下我们去谈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其实我也不是鼓励说你要在家自己教 因为自己教 第一个要有时间的问题 每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 我自己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要非常 就是在事业上打拼的女生的类型 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会变成这样 那只是说 人生哪说得定 宋仲基跟孙伟教 对 那你小时候为什么没有读幼稚园 因为我自己跟我妹妹也是双胞胎 那我妈妈那时候就算说 如果两个人同时去送去幼儿园的话 那她赚的钱就同样的都交 大部分都要交给幼儿园了 所以她觉得这样子蛮不是很划算 所以干脆就自己在家里就自学就好了 那这也是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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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明月几十元什么 就每个妈妈的方法是不同 不过我妈妈是说 所以她我们自己在家的话 我妹妹是在进小学的时候 她其实已经可以看国语日报了 上面的Burple Murph 她已经可以阅读文章了 那只有说我就是喜欢吃鸡腿 并没有说我有什么成就这样子 在幼儿园这个阶段 那我那时候印象是说 虽然没有念幼儿园 可是去小学也没有跟不上 对就是单纯就是看你 你妈妈要花多少时间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就是说因为其实小孩子的 这个特别是台湾社会的竞争 一直都很强 每个阶段都在竞争 有些人是觉得说早一点在幼儿 受到各种的语言的启发 什么对脑的发育会刺激 什么都会更好 表现会更好 然后而且需要双语什么 因为语言的能力什么 不过我自己反而是觉得 我可能不会那么 那么早就让我的小孩子双语 是真的 因为要看他将来的环境 我觉得语言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如果说要让小孩子 舍弃掉其他童年的快乐 而获得那个工具 我觉得也可能不一定 在我这个部分是需要 那你会给他学才艺吗 哪些才艺 学才艺 小孩子还是要 还是要给他学才艺的 那比如说我会希望他还是 可能去学钢琴或小提琴 如果他喜欢 那我不是说我在家里 这段时间很累吗 那其实我也有安排 就是说我请那个师大的学生 来教小孩子换话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家里一定都崩溃 可是你可以分担你的那个崩溃 你不要都全部扛下来 有时候出去一个课程 或者是请老师在家里教 黄医师不容易 他说他喜欢让孩子们 出门去吃吃喝喝 对对对 见识面 是怎样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 就是有一天 去玩林口长跟复健课完之后 就是我们的那个吃喝玩乐时间 就我就会问小孩子说 你今天计划怎么样 那他就会跟我讲他的计划 比如说去吃日本料理 然后去玩扭蛋 然后或者是去看什么展览 他会跟我讲 或者去儿童乐园 他自己决定 就是我给小孩子这个决定权 然后他自己规划 然后我觉得多看他就 多吸收 看到不同的 不一定走到山上什么 反正只要看到不同的 他都有可能会提出 不同的问题来问你 那我们就从生活中去解决 碰到的问题就好了 这是我目前的教育方程 可是这样的开销 会不会也比较大 一定会比较大 可是就是 我觉得跟那些花40万去 那个幼儿园的学姐或学妹她们 比起来 我觉得我还是相对少 哇哇的收入 应该足以养两个小孩了 可是我们常被抗议啊 不知道 好那阿德呢 是你说很多家长是怕 这种观念 就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点 其实我会觉得怕小孩输在起跑点 这件事情 就是这些爸爸妈妈 可能都忘记了一件事情 因为人生不是只有一次考试 人生是不停的考试 对 所以你这次输了也没有关系啊 而且书里面 你输掉了以后 你才可以知道说 这件事你要不要在乎 因为如果不在乎 这输掉也没关系啊 可是如果你要在乎 你就知道说我要再增强什么 那我觉得说比如说去孩子去上课 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就是说 我觉得孩子你只要叫他去尝试 然后他才决定要不要继续 对 因为小孩子需要是开拓眼界 而不是说 我靠近你 一排就排半年的那个钢琴课 你知道我在那时候 刚生 刚怀孕的时候就买钢琴 我就突然有一天就觉得 为什么要买钢琴 YAMAHA 然后呢 十堂威 他说以后让他 十堂威 没有啦 那个很贵 因为要让他学钢琴 你知道喔 等我小孩开始有能力 弹钢琴手长出来的时候 他两三岁的时候嘛 对不对 就请老师来家里教了 我女儿子上了一堂 就跟我太太讲说 我难道以后要靠这个吃饭吗 那么小 然后呢 如果这样我宁愿一天 背一百个英文单字 我都不要弹钢琴 就是 不是每个小孩 像我的小孩 那么会表达 但是如果说不会表达 他就硬坑坑 就是要去每天去面对这个钢琴 对 你知道吗 就是任何一个人 你就不要说怎样 你叫一个妈妈 就是叫你说 你今天不要念 他都做不到了 叫这个爸爸每天给我去倒垃圾 他都做不到了 你让孩子做一堆这样的事情 我那天去买灯泡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妈妈也在买灯泡 然后就跟那个店 老板在那边聊天说 诶 哪里补习班啊 家教课啊 多便宜要干嘛 就一列喔 就他们一聊 我就说 他的小孩上了很多课 对 然后他还很自 就是很得意地讲 就是说 我跟你讲 我小孩每一堂课 我都有陪他去上 我都坐在他旁边 了解 然后呢 他突然看到我 他说 阿德老师 我就突然跟他讲 就是说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 你会养成这种习惯 就是你要陪的习惯 对 你知道吗 小孩子就是什么叫教育 教育的时候就是 你要让他有空间去思考 去决定 你把他每天塞得满满的 课程也塞得满满的 你说他能有什么思考 他只有厌烦而已 他只有一直在 就是配合 或者说把这个事情做完 然后心不甘情不愿 然后只要我足够能力 独立的时候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 忘记这一切 对 很多人需要上课 我们的教育都是这样啊 而且我们教育最荒唐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时代是网络时代 你知道你看了一个小孩 在家里学学习网路 也许 也许我们在送去学校 就学说这个组装 怎么组装可能要一学期 他可能 一个礼拜就学会了 对 所以这个时代是 在家里自学网路 会学得比在学校有效率 而不是说 我为了要上了 这一堂课 然后其他不适合我的课 我全部都要上 而且要逼着我去背完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教育 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了 所以我相信未来 自学的会越来越多 好 来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一下 好 还记不记得 我们来过一个杨医师嘛 对 双合的 佛心乃德的杨医师 对啊佛心乃德的杨医师 心脏科医师 他现在说很多的照片 都是录 录什么 录乳沟的 对 黃医师录乳沟 杨医师 是杨医师收到很多观众的照片 黃医师有点难度了 我听着黃医师 对对对 别害怕 没有 然后 然后 你要说杨医师怎样 对 像杨医师 就是一个 很认真把自己的薪水 三分之一的薪水 拿去付幼儿园费用的代表 那所以这样子之后 到底要支配多少 这可能问专家 到底我们的薪资的收入 可以多少 在这个教育费的负担上 像杨医师那个时候 他说他比如注册费就八万 然后可能月费 他有一次还月费 还再加才艺班的费 这个月又要再缴七万 其实这样缴下来还蛮多钱的 那甚至有一些 那种贵族的幼儿园 他还要你去 父母亲要去面试 才能进去 对 杨医师就是这样 杨医师啊 他说他的前妻 可以找过一年学费 四十五万的私利益 一年 如果那如果两个小孩 就是九十万 没错 然后而且进去 你要排队 然后学校还要面试 看看你们的收入 看看你们在社会上的名望 然后他说 因为杨医师后来学 那这个钱 几乎都被太太拿走了 据他这么讲 所以他说 他们家的学费竟然要分期付款 太多了 他说可以刷卡 可以分期付款 好啊 所以这个 韦太兄 那你觉得 教育费应该在家里的支出应该多少 其实我觉得 Case by case 看你 应该是说看父母的这个收入 然后跟小朋友他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给他 像杨医师 因为小朋友特殊的特殊的原因 他必须要多花一点资源给他 这个我觉得没有一定 但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小小朋友他其实是家里的一份子 今天如果说家庭的环境比较好 他可以享受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 但如果环境不好 他也必须要跟我们一起 过着比较简单的生活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基本上我不会认为说 要苛刻父母 然后把所有的钱都供给小朋友 我们上一辈的父母 就是一直很苛刻自己 然后要供应小朋友 希望他出人头地 对 那你们家有没有因为小孩 大人做出很多牺牲 比方说享受 其实我们过去的一些兴趣 可能就开始去做调整 像我以前会骑脚踏车 自行车 我也曾经骑过一日北高跟柯P 那个时候车子就很讲究 我曾经有那种车友 他是连一颗螺丝 他都要拿钛合金的螺丝 就说那个很轻 对 然后一个坐垫要很轻 一个轮框 一组轮框大概要三四万的那种 现在我们就不干这种事情 对 那我们现在 那你那一辆多少钱 大概也是两三万 这很普通 很普通 那最好的是一辆多少钱 我们那个车队 有一个叫做客长的 他那辆大概要十五万 就差不多跟一台机车一样贵 对 所以像这些 这个活动我花下去 因为跟我小孩子 还是比较没有关系的这种这种 我就会把它取消 我们会改一些 就是能够跟小孩子一起参与的活动 例如说游泳 或者是说像我也鼓励我 我太太去跟小朋友一起去学持排轮 就是他可以运动到 小朋友也可以顾到 小朋友也可以成长 也可以学习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小朋友的这个支出上面的一种想法 对 太太有牺牲吗 有啊 我太太以前她很喜欢看 看电影或者是这个买 以前 因为她以前在做电台的嘛 她很喜欢买CD 我们很喜欢听音乐会 但是现在因为小朋友 第一个看电影没办法带去嘛 那音乐会 你说一个音乐会 一场大概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他们也坐不住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就会做出一点牺牲 那就是改去 例如说户外活动 小朋友一起参与的 像那个赏萤火虫啊 像今年我们去看了五场萤火虫 从平溪看到看到哪里到到处看啊 对 就像这样 其实要看到萤火虫很不容易 那个水要很干净的水 对 欢迎到那个我们家旁边的公园 现在刚好是萤火虫祭 那很棒吗 在木炸公园 因为台北市其实有很多市区的公园很棒 而且我们那个是湿地 湿地公园很棒 是 阿德你觉得 这样